元旦升旗 柯文哲在總統府外 被罰站了40分鐘 但是柯P表示 他說我都不在意旁邊的人 是這麼熱烈幹什麼呢 來去聽聽看民眾的意見 鼓咪咪的 有一點可憐 蠻可憐的 尷尬 他是有一點 好像要讓他難堪 他好像是在前面一個人閱兵這樣子 沒禮貌 我們不是民眾黨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樣子親何以堪 對不對 真的快要流淚了 我是覺得他們好像 民進黨好像很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嗎 還是故意的表示沒有看到嗎 我覺得很奇怪耶 今天換成是執政黨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樣 可能就只有量4分鐘而已 他是我們的大家長 你覺得我們大家長在那邊吹風下雨 傻傻的一個人站在那邊 這像什麼話 怎麼樣也都不可能站4分鐘這麼久吧 那4分鐘真的蠻久的耶 對啊 這樣好像也蠻奇怪的 這樣可能應該是接待流程上面 有出了什麼誤會 跟不順暢才會變成這樣子吧 八十可能你掐一個位子會死啊 對不對 讓一個大家長在那邊吹冷風 對不對 傻傻的站在那邊不知道在做什麼 對啊 你一個總統政府怎麼可以不管這 把一個常常的市長丟在那裡 證明總統政府做事果然零零落落 就是里里辣啦 你既然邀請了你就要邀請人進去坐 為什麼讓他站在那邊站40分鐘 總統政府做事里里辣啦 對 這樣是里里辣啦 真的不證明他做事的那個風格 對啊我也崩潰啦 菊姐我們不要分顏色 他70多歲了再怎麼講 他也是監察院院長 對不對 是個大院長 五院之一的大院長 你也把他請進去嘛 對不對 因為陳菊本來就是很 他本身不管是話題性或是他的造型 整個都是讓人家很難以忽略嘛 對 他如果想要被在意的話 叫他回來高雄 我是南部人 你叫他去高雄就對了 去高雄不會有人忽視他 絕對不會 這種小事情你都做不好 你怎麼去打仗啊 對不對 你還打什麼仗啊 這種小事情 很小的事情 我都知道要把他請進去了 我就問柯都不在意 民眾黨是在勒劣什麼 因為他真的不在意 因為他真的是 言行一次 他是真的完全不在意的那種人 對 但是其他的高官可能是 表面上說我不在意 可是他們其實心裡面在意的要死 但是柯文哲就真的不是那種人 對 蠻真實的 他也是小男天連 他也沒有那麼在意 你幹嘛 大家在那邊對這個事情 這麼的在意 不要造成困擾 很多民眾都認為 首都市長被罰站 真的是很沒有禮貌的一件事情 在這裏 在這裏 個人的家庭都不得了 他人的家庭照片 都沒有寬佈 最終的家庭照片 他是有害人啊 不是那種人